第十五届海峡两岸三名林业博览会及投资贸易洽谈会11月6日在福建三名举行 本届林博会吸引众多台胞台商踊跃参与 借助林博会这一平台促进两岸林业产业、森林康养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继2018年2月28日发布31条汇集台胞措施后 大陆今年11月4日又出台进一步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 简称26条措施 不少与会嘉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26条措施的出台让台胞有了更多的获得感 那在26条里面比过去的31条更进一步了 例如说第14条 它让台湾的人民在海外如果遇到了困难的时候 可以求助于大陆的外观 这一点就非常的重要 发生问题的时候可以说要求助无门 那现在如果说能够让大陆的大使馆领事馆大陆的外观求助的话 对台湾人民来说当然是个福音 26条里面很明显的把台湾人民参与大陆的基本建设 参与大陆的5G的一个发展 那么都纳入了 让台湾的一些企业家 那么苦无出入的企业家 找到了一些机会 找到一些平台 找到一些出入 在这次26条里面 那么也把台湾的这些相关的运动员到大陆来练运动院校 或者投入大陆的一些职业的运动的赛事 所以帮台湾这些有能力有潜能 但是却在台湾苦无发展机会的这些运动员找到了出入 尤其是在大陆这个投资各方面都相当的不错 这个会台26对我们台湾的帮助相当的大 大陆的会台政策 一些年轻人他们回去的这种感受 都深深的体会到对他们是有帮助的 也是有前景的 这些政策一定是对台湾同胞是有帮助的 对两岸的共同的发展 甚至同样的是有前景的 走进林博会的掌管 在众多的掌区中 台湾掌区依旧最为火爆 餐掌商们正忙着向往来的客商推荐自己的特色产品 人群中记者见到了来自台湾花莲的台农林秀莹 2002年她从花莲来到福建建宁 开始尝试种植黄花菜 经过十余年的发展 目前她种植规模达到了800余亩 当天她也带着最新产品天然茶油前来餐掌 26条的部分 那刚好其中像我们在做农业这一块 将来如果是朝向旅游这一块的话 可能是对我们做这个农业休闲这一块 可能是比较适合的 那将来的话 如果是以目前的这个发展方向的话 对我们务农 或者企业办在这边 那这个前景是看好的 记者了解到林博会已连续成功举办14届 本届林博会已建设南方森林食品基地 发展全域森林康养产业为主题 重点突出森林康养产业展示和推介招商 森林食品展销和订货贸易 开展项目推介洽谈签约 促进海峡两岸林业交流合作 推动林业高质量发展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